据俄新网报道 22号三名暴徒持枪并携带电击器 在叶卡吉林堡市基洛夫区袭击了三名中国公民 并将其中一名中国人殴打致死 中国驻叶卡吉林堡总领馆已向俄方发出相关照会 就此事提出交涉 要求俄相关机构尽快破案严惩凶手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